好,接著到最後一套 這一套,嘩,我都不記得第一季的動畫 已經是十年前了 應該有十年,肯定是十年以上 遊戲都很久,我都...我曾經玩過 但我自己都不記得了 我記得動畫都是射片三畫面 我知道了 好看的,這個動畫,認真 今季也覺得不差 我們接著最後要說這一套,就是傳眾之物 虛假之面具 其實這個副題我覺得很拿來說 因為傳眾之物就一定會有面具 我都明白,等於高達裡面一定有面具 即是不,即是機動戰士高達 即是甚麼,即是孤兒 接著副題是甚麼,即是機動戰士兵器 即是怎樣,我覺得沒有意思 第一季之後的續作 好老實講,我真的完全不記得一輩子前作 不,我大概記得,但我自己都有很多劇情 我都不敢怎樣把這個劇情 怎樣拼回到這裡 反過來,我是記得的 但問題呢 我是真的不覺得有甚麼特別關係 除了世界觀 暫時不清楚 去到現在 男主角也不是一出場就戴著面具 除了鐵線之外 你又有甚麼覺得是面具 可能有個面具 想戴著主角 又不是 原來 你都不知道做甚麼 有那些人的種族 那些獸耳 或者這樣說 亦都是時間太久 大家也都無謂把這一套 強行地去跟他第一季 去做節目 因為其實可以是沒有關係 我第一看了四集 我拔開了我所有的前設 全部不去看 就這樣去看這套動畫 我覺得 他不是說 我會嘆為觀止 覺得很好看的作品 但是這套動畫 老實說 無論是故事的走向 畫功 可以這樣說 他是很踏實 和很平實 至少我看了四集裏 他是沒有甚麼作畫崩潰 或者是劇情 你會覺得突然之間超展開的東西 可以說 他的故事套路是很90年代的 寫 無論是Killow Game也好 寫一些架空世界動畫 那種這樣的設定 是很相似的 但我有一個問題 其實他是 是不是好像第一季 即是原作 他是不是兩季回來 不是 我覺得最不明白就是這個 不是 預定25話 暫時 如果你說25話 我也覺得好些 因為我沒有記錯 他原作 即是初代 他是兩季回來 但其實他兩季回來 他的故事的推進其實都很快 其實他的第一季 或者是原作 我簡單來說 他的模式是很遊戲的 你看到其實他用了一兩集 左右簡介完世界 現在的穿落是怎樣 然後已經有人死 要打仗 很快已經進入 然後就變成很遊戲模式 就是打一個地方 打工打下一個地方 去大城市 最後打到首都 他是一個很遊戲的進軍路線 去廣告的推移 但是 我又不覺得現在這裡 他是有一種很明顯的推進 不是 他有的 雪山 下了香川 香川 隔了一些個案子之後 然後去京都 類似的推 都是可以問 戰鬥方面 主角可能不是戰鬥人士 所以他不會負責這個 主角一向都不是戰鬥 但我覺得那種推進是慢 對比下去 我會這樣去看現在這一套作品 至少我在這四集裏面 沒錯 他進度其實是緩慢的 但是 我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現在我覺得動畫很缺乏的一件事 就是什麼 人民風情 介紹 其實他這一套是做得很足的 或者角色的性格的表現 因為 我在頭幾集裏面 尤其是由村莊去到都城 是會給我看 就是每一個地方 現在他們的人的生活究竟是怎樣 他們面對一些什麼問題 當然是很簡單 因為他講不完 因為他這一套不是狼羽香生鳥 他不可以每一個都市裏面 去詳細解釋 每一個都市裏面的事 但我會每一個地方裏面 我會知道就是 這個地方 現在的人的生活 是在做什麼 去到城裏面 城的人 是怎樣做事 我會見到兩個的差別在這裏 至少在我的感受裏面 我會感受到 這種是現在的動畫是做不到的 是應該說很少做得到 這個都算是他的背景因素 我覺得 因為其實 他初代的原作 他本身 剛才都講到 你唯一可以最認到就是 面具 鐵線 和一些有不同耳朵的角色 因為他都是有不同種族的人 所以其實 你當不同耳朵就是不同種族 簡單來說 所以其實你去到一個地方 或者你去加其他的夥伴 其實他都是去一個新的環境 他有這些交代位置 反過來可能就是 初代的動畫 是不太足夠這個位置 反過來就是遊戲那邊才是比較多 可能他現在反過來就是這樣做 他想加多些在那裏 當然 《套花一爹》就是說 他新版的這隻遊戲 其實都是賣了街 也賣了街 消量力也是不錯的 尤其是我覺得你說 阿九遠 開頭找到阿蝦的時候 其實就是幫助人 如果你當一些很古代的概念 其實幫人 他們覺得是 路見到有人幫助 其實他們是會 進到村內 做事 做事要找飯吃 然後你去到的 就好像他們去到戰鬥 有人死了 其實你見到就是 他們是不會 他們自己有一個風俗 就是說 他們是不會說 為死人的悲傷 就帶開這個法事 大家哭哭哭哭 是慶祝勝利 去代替那個人生存下去 好像是 那種意味 你要見到就是 那個世界觀 是出來了 這個我覺得 先是你說 我看這些所謂叫做 架空世界 我想看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我想知道 這個世界究竟是怎樣 而人的話 其實你說人的感情 他們慢慢飄進去 慢慢去表達 那個角色 究竟他經歷過什麼 其實這些可以慢慢再抱 但反而你說 這些東西其實是有吸引 一個人 好像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黑黑 其實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黑黑 我們就是黑黑 我們來到這裡 為何要做這些事 為何要找工作 蛤?我不是寵物來的嗎? 蛤?我不是寵物來的嗎? 這句就 因為我們不懂 跟黑黑一樣 我們是不熟知這個世界 我們首先第一件事 等同於你當失路 你第一人找他 這裏是甚麼地方才可以 你都要知道 這裏其實有這個意味 讓他掌握到這個世界 現在是一個點 以及那些人 那個 穿落社會是怎樣運作 我覺得在四集裏 是做得到位 當然你說 他遇到的都是奇能而是 那這件事沒辦法 你吹他不將 那他要加合夥伴 這件事你吹他不將 這件事是要 而且條條都是索女 你更加咬他不將 有兩個兒子 有兩個兒子 那這就是傳眾之物 你要知道 比較早期加入 就會有兩個男 之後全部都是女 這個選擇 然後你供你的女 沒事 那我也知道 但是你說 Anyway 它是一般向的 Anyway 它起碼我沒有見到三米歷場 即是你現在 就算不是幾好遊戲 那些 一進去之後 老實說 你把他推上去 施奶 現音施暴都沒問題 已經是 那些不是借文樣本嗎 不行的 這條女 會有條繩 條尾巴綁住你的 我可以說 他的角色的推進 以及故事的物樂 這些是做了 抓了 那你說 當然那個主線的 其實一直 你說 未去到很深入的港 因為其實這套東西 真的是盲的 都是屬於盲的 但是 叫做他找到一個位置 吸引到的地方 我不知道其他主持 是否有問題 我真的被他的人民風情 其實吸引了先 我們知道 你喜歡看這些 但問題 我也是那句 其實我最擔心的是 你如果不是看過他初代的人 你不是那個年代的人 或者你沒有接觸過 你會不會是見到這麼慢的劇情 你還會繼續看下去 我就問好這件事 我覺得不會 其實這個在節奏上 他有做調節 其實他應該這樣說 這麼慢的原因是因為什麼呢 你現在那些動畫 是快得太離譜 離譜到我們 雜雜都立 而就是很多人都知道這些問題 而你說這個動畫 每一個位 他是不是沒有 一個叫做 高潮位 他不是沒有 不過高潮位 不是突然找一條女兒 把衣服給你看 就是高潮位 可能是 憑像是黑黑 某些智慧 他做到某些事 在戰鬥裡面 你看到泥水給他 然後一滴水給他 然後又被他 便當了 這些位 你要知道 其實他們正在戰鬥 很多這些情節 我覺得 他是有落過功夫 要怎樣去調節 不是說 很慢 你看到一人在 好像重瘡兵 讀了五分鐘告之後 然後打你 很多炮詐場面 那些就叫做 吸引到人 那些不是叫吸引到人 那些只不過是說 因為牽持和馬 糟了 我被迫著看下去 那些是那些的理由 我當這套什麼都沒有 我當新的動畫來看 我的字就沒有問題 第一集 我什麼都不懂 我是黑黑的 衝動來 我衣服都不懂 那些人生存什麼事 第二集 我們上衣打怪 有戰鬥畫面 第三集 我們去京師 脫衣洗澡 多好 這集是窩底 告訴你 就算是他裡面的 所謂叫做 有些搞笑情節 無論有公主想父親也好 第三集 第三集大量去想這些 他們戰鬥的時候 他們想一些計策 其實你見到 其實 你不會覺得 突然之間那些人 好像上身一樣 那些人是不能打的 就是不能打的 你叫做 你最猜不到的就是 一隻小鳥 能打的 那些人是不是獎 那麼大隻 那些人是癢 那以前也有白褲 沒問題 面紅的 那大家都知道 當然 這句話 大家可能經常聽到 大家都不知道 邊境的女人是很強的 所以 又怎能說 這句話是這套 成名作之一 成名巨之一 當然 當然 最後 我覺得 它值得一看 雖然舊 但是 因為 那些動畫 實在太不堪任務 但 就算我覺得 我用一般的動畫基準來看 它做到我想看的 所謂一個 架空奇幻世界裡 我想看到的東西 甚至現在 暫時 我撇開所有 原作伏線 前作伏線的東西 我暫時看 起碼 我沒有什麼不理解 因為 它沒有說到一些 它說了我又不明白的東西出來 你明白的 應該 是不是這樣 你明白的 你應該是 我戴著面具 你還不知道我是誰 不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你正正常常的話 我最多說你平實 但不會說你不好看 雖然 我知道不好看是一個爆點 但不要套套都不好看 這套我們的介紹 到這裏 今天到這裏 當然我們 舊了 還有一套極品 大家留意下個星期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